哈喽 欢迎来到九九的频道 这一期的视频呢是我十月的好无分享 关于我十月的好无分享 但也是时隔五个月初的第二期好无分享 因为我但也不算是十月吧 应该是六七八九十五个月的好无分享 因为我平时不是一个喜欢尝试一些新鲜东西的人 然后用的东西也比较长情不太爱更换 所以花五个月攒了一些我觉得比较好用的东西分享给你们吧 里面像美妆部分的比较少 一般都是一些生活类用品 因为我美妆确实很少更换 我今天拍摄的角度比较奇怪 因为我忘记它自拍杆了 将就一些吧 然后找了一个光线还可以的地方 就是我会拍的比较别扭一点 然后你们可能看的也比较别扭一点 旁边是阳台 楼下有一个楼下不远处有一个建筑工地 所以你们可能会听到那种框框框的施工声 我这边也听得到 我们一起讲究一下 今天要推荐的是完美日记这个大小熊猫眼影盘 大熊猫和小熊猫 没收钱没收钱 然后因为我最近这一个月都是用的这两个眼影盘 所以的话就想给你们推荐一下 这个大熊猫里面是这种青色的 这个是比较适合那种装重一点 装感重一点 然后比较稍微暗黑系一点 特别是这个黑色 这个黑色 这个黑色我有时候会拿来画眼影 然后这个是打底色 它们会加起来会营造一种 就是那种淡淡的烟熏的感觉 然后重点说这个小熊猫 小熊猫的盘 小熊猫是一个 是一个我真的最近这一个月都在频繁的用这个盘 就基本每天的颜色都是这个 它的主色调 它整体的色系是那种棕红 就差不多我录个妆 类似于枫叶妆吧 就很秋天的感觉 我一般用的比较多的是 这个颜色打底 这个颜色打底 然后这个颜色就加深眼尾 这两个加起来提亮眼中部分 这两个加起来是提亮眼中部分 然后这个颜色我会用那种刷子 那种火苗状的刷子 轻轻的刷一下这个窝残部分给它提亮 然后呢 这一个 这一个加上刚刚那个小熊猫 OK 加上刚刚那个大熊猫的黑色 黑色那一个 一起画眼线 因为我不是很喜欢 不是很喜欢画那种很长的眼线 所以的话我的眼线胶笔 一般是用来画那种内眼线 比较 比较心机的内眼线 然后延长部分 延长部分就是用的这两个 这个 这个 这个色 跟 这个色 就会有一种很自然的 棕黑的眼线 而且 而且又是粉质的 就 不会很明显很突兀 不会像那种棕色黑色眼线 胶笔一样很突兀 延长一下 好 接下来是刷子 我之前不是 有人就跟你们说过我用的刷子不太好 不是很喜欢 然后呢一直想换刷子 也没有给你们推荐过 然后这一次就说一下刷子吧 然后今天给你们安利一下国货品牌 叫 FACE加分的化妆刷 这个化妆刷是我觉得还不错的一个 就了解化妆刷的应该知道 好刷的都是苍州产的 苍州是 差不多世界上 算是世界上一个 比较 比较 厉害的一个产刷子的地方 然后他家的刷子就是苍州的刷子 这套叫 4G青 然后一共有13只刷子 让我觉得比较值得推荐的点 一个是他的颜值比较高 就这种 竹青色 比较有特色的一个颜色吧 淡淡的绿 然后很清新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的性价比很高 这13只刷子只需要109 然后双11的话 打完折好像 不是打完折 就是 就是剪 就是领了券满剪之后 好像是 80多还是90多 没怎么注意做功课 你们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因为有13只 所以的话有这一套刷子的话 搞定一个不论复杂还是简单的装面 都是没有问题的 而我觉得特别值得夸的是 他有 他有粉底刷 一般头刷都没有粉底刷 但是他还有粉底刷 再说刷毛 刷毛是素干纳米纤维 简而言就是刷毛很软 然后洗完干得很快 就差不多这个意思 我现在甩的这个是散粉刷 你们可以看到 他那个刷毛真的很软 然后他很柔软 不会扎脸 抓粉粒也不错 这个散粉刷 刷在脸上真的很软很舒服 然后他是 最好是这种轻拍啦 我推荐你们以后上散粉的话 就如果不是脸上瑕疵特别多的那种 最好还是这样轻拍 拍一层浅浅的 然后也不会因为刷 把底妆刷掉 就我不记得是听谁讲的了 应该是听哪个美妆博主讲的吧 其中我最爱的是修容刷跟腮红刷 这个腮红刷是这种扁扁的 然后的话 上脸的话 扫腮红会比较好控制一点 然后不会刷的太重 然后导致脸上跟猴子屁股似的 然后修容刷的话是这种比较短的 比较好把控力度跟范围吧 就对新手会比较友好一点 他家送的收纳袋也很好看 是这种绿色 丝带是墨绿的 很清晰 下一个是一个电动牙刷 这个 在经历了之前 一周得冲个一两次电热器 还特别硬的罗曼电动牙刷以后 对吧其指明到新的吐槽了 然后我换了一个新的电动牙刷 新的电动牙刷叫Softy 它有那种很软很细的刷毛 不会让我的牙银刷到出血 而且的话 充一次电能够用一个多月 你们看一下它这个超软超细的刷毛 我一会拍一个特写吧 而且这个牙刷它一秒钟可以刷八百下 所以现在懂了我之前为什么说 想要牙刷的干净要用电动牙刷了吧 因为像普通牙刷的话 用手顶多一秒钟刷八下 已经很不错了 现在市面上的电动牙刷 应该都是黑白灰 然后顶多有个蓝有个粉 然后错那种情侣款嘛 就蓝粉之类的 但是这个牙刷的话 它有12个颜色 不是牙刷本身有12个颜色 是它这个保护套 它外面是套了一层保护套的 我牙刷本身是粉色的 它外面套了一个那种淡黄色的保护套 这个保护套它有12种颜色 红橙黄绿青蓝紫 应有尽有 但我选的是黄色啦 因为我比较喜欢这种淡黄色 从我那个黄色的矿威 跟我黄色的毛衣 应该都能看出来 上面都是前七座的功课啦 然后让我感到意料之外的惊奇的 应该是它的包装 它的包装是这种 瞬间戳中我的少女型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 Tiffany的情侣杯 它这个颜色就有点像 Tiffany的那种绿色 然后我就挺喜欢这种配色的 我之前差点买了那堆杯色 后来因为太贵了 放弃了 还差个几百块钱吧 给你们看一下整体 这个是它的赠品 里面是这种小的铃铛 还有个小图 我觉得蛮可爱的 这个是它的袋 里面还有一个说明书 这个是送的那种 就是送的那种洗领的刷头 可以省一个买那种美容配 美容洗领仪的钱了 这个是充电的充电器 它有那种专用的充电器 是一种带座的 插在上面充电 然后加上这个电动牙刷 以上就是它的全部的东西 然后我 然后这个是可以刻字的 我在上面刻了一个99 然后图案是摩羯座 代表这是我的电动牙刷 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清 我在精力给你们拍了 它隔着保护套的 这个保护套黄色真的蛮好看的 细节是一颗心 刚刚放了我今天的眼妆 所以可能有人会问 我用的那个 睫毛膏是什么 我最近一个月都没有用睫毛膏 我都是用的这个 不说是最近一个月吧 最近两三个月都没有用过睫毛膏了 我用的都是这个 艾杜莎的睫毛大抵 因为我很不喜欢 就是那种 在这里我一定要提名一下 那个 佩佩那个 Kiss Me的睫毛膏 真的好难用 真的好难用 我要吐槽死它 它太难用了 每次一刷必定变成苍蝇角 我觉得以我化妆的这个时间来讲 我应该刷睫毛技术不至于那么差 但它就是每次都能给我刷成苍蝇角 太垃圾了 然后这个艾杜莎的睫毛打底 它就一定不会刷成苍蝇角 就每次 每次我的睫毛都是下面很密 它的根部是很密很黑的 然后尾部就会很纤长很纤细 就很自然的那种睫毛 就像是指甲过睫毛夹 这个是我之前六月份也说过一次的 我用来做唇膜的木瓜膏 算是一个平价唇膜吧 然后我不知道它的具体作用 是不是用来做唇膜的 但是呢 我之前不知道是看了谁说的 就是用这个木瓜膏 确实很有效 它你晚上睡前后涂一层 然后呢 然后不要管它 第二天睡起来 然后用纸巾一擦 洗脸的时候 用那个热毛巾搓一搓 就那种死皮之类的全部会掉 然后像我这种特别爱咬死皮的 一般唇上都是坑坑洼洼 但是我只要用过两碗这个 我的唇部就会恢复那种很饱满的形状 刮快去买 只要二三十块钱一支吧 六个 六个是名创优品的修眉刀 就它这么一盒里面本来是有三支的 然后有一支已经被我拿出去了 里面好像是蓝色还是绿色的一支吧 然后三支是十块钱 刮很好用 主要是便宜 主要是便宜 第七个是这个美妆蛋 我当时是买了一盒两支妆的 这个美妆蛋 超级好用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支美妆蛋 但是真的很好用 很好用 我不知道怎么念它的名字 然后我一会儿到时候会打在字幕上 然后就是它只有一个缺点 就是价格不便宜 over 第八个 第八个是巴比布朗的粉饼 它的名字应该是蜜粉饼吧 这个是它自带的粉铺 然后这个是粉饼 我真的太爱这个了 它这个粉质超级细 我第一次用的时候瞬间惊艳了 虽然价格不便宜 但是我觉得很不错 真的很不错 它不是那种平价的粉饼 但是 但是它是确实性价比超级高 对得起它的价格 但是双十一好像它 它家在搞活动吧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应该是有折扣的 而且还是比较大的折扣 巴比布朗 听说虫草 听说它家虫草粉底液也很养肤 等我什么时候有钱了 我可能会尝试一下 然后还有一个最近比较想尝试的是 美宝莲的那个fit me 就我不知道是不是你fit me 听说那个也是海淘好物粉质超级的那种 而且只要99块钱 我到时候应该会看一下 看双十一会不会入手 应该会入手 第九个也是最后一个了 最后一个是比较奇葩的一个 你们一定猜不到是什么东西 云南白药喷雾 因为我经常关节痛什么的 然后这个就是我的救命的东西 我上次就脚踝又关节疼 很痛很痛 痛到我想吹墙的那种 然后我把整个脚踝喷了一圈 然后呢放进被窝里 等它风干以后放进被窝里 配风干什么鬼 等它表面的液体干掉以后放进被窝里 然后它会慢慢慢慢的开始发热 开始发热 然后就很暖和 然后就不痛了 这个风湿骨病吧 可能可能像这种 我们这种小年轻有这种 类似于风湿的这种情况的话 可以试一下 试一下云南白药 反正喷了也没事 又不是什么三无产品是吧 反正而且味道也不是很难闻 总比总比到时候老了 切高药要好 那么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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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